人民日报继三月底连续发表两篇文章 来树立对中共领导人核心的信任与信心后 星期四再次刊发以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八大为题的评论员文章 要求人们坚定信心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改革发展上来 要求在工作中所谓心无旁骛 外界认为除了中共害怕民众关心他的内斗外 这些文章也折射出中共临冲前的爱好 人民日报周四的文章围绕信心展开 描述了当前改革发展呈现出的所谓活力并发 蓬勃兴旺的良好态势 外界认为这篇文章有中共一贯采用的春风话语之嫌 因为前一阵网络信息控制时松时紧 并且封网抓人 中国事务主编武凡认为 中共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目前鼓吹大好形势是为了平稳开好十八大 对外粉饰太平同时也安定内部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主席张建认为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 全球变成了地球村 不管中共采取什么手段 人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被他蒙蔽 都在等着他的解体 中共这个政权是全世界已经为数不多的 这样的一个激临破灭的一个组织 他不单纯对十八大没有信心 一年的这几大当中 他其实都没有信心 他唯一靠的就是手中的这种高压的独裁 来限制人民的言论 你看他什么都怕 他怕花花草草 他怕茉莉花 他怕法轮功 他怕人们讲真相 他怕任何任何的言论 同时呢 他也怕他自己的国民 武凡劝民众 不要为共产党的任何表现做迷惑 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 他说只有解体共产党 人们才有希望 再有一点啊 现在老百姓要求平反啊 还有很多罢工啊 这些形式对他们压力也很大 对共产党面临的内部斗争 外部又是老百姓的反抗 在这种时候 他也要让老百姓知道 你看我共产党是团结的 你要推翻我 不那么容易 要给老百姓有点感觉 他不能够让老百姓 趁着经济不好的时候 来推翻共产党 所以他一定要说内部 我们先表明团结吧 完了呢 再联手起来对付老百姓 武凡认为 现在内斗的激烈程度 高官的贪腐程度 经济衰退 通货膨胀 社会矛盾都超过了 当年六四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 我一直认为 我今年可能会发生六四 你首先 人们讨厌共产党 这是个最根本的原因 共产党内部斗争 也是来源于社会的动乱 社会矛盾 谁知道的呢 共产党知道的 这个复为英国 在这种状况下 他们消灭不了社会矛盾 解决不了人们的生活问题 那矛盾一直存在 那总有一天要爆发 时政评论员张天亮认为 中共的内部斗争 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如果胡锦涛不能够把周永康彻底整垮 周永康很可能把胡锦涛 包括他的家人 抛出去当替罪羊 其实我觉得胡温现在 就是有两个方面的东西 他们可能搞得不太平衡 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他们竭力的去抓紧 这个军队的权力 那么要求军队表态效忠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们还应该跟民间合作 要做一些能够得民心的事情 比如说去停止脱碍法轮功 这处劳教制度 释放高志胜 凭反六四 张建认为 如果再有像六四事件发生 一定是薄熙来集团 或者胡锦涛 习近平之间一方 取得明显优势 而把对方打入地牢 然后产生的连锁反应 因此这场好戏才刚刚开始